首次更新金天一 就先给大家来个手法恐怖 争议最大 死人最多的 一人管杀人事件 在不动式的丛林里 因为暴雨 一具白骨重见天日 根据警方的判断 死者25到30岁之间 被掩埋了至少一年以上 而相较于命案 我们的主角金天一 所在的不动高中 也起了波澜 老师小田切和学生石田若宇 在外开房并被人偷拍 照片还贴到了 学校的布告栏上 相较于美雪的担忧 而金天一作为一个老色批 觉得这次老师干得不错 发生了这样的事 学校开会决定 将入夜开除学计 作为好友的美雪 觉得惩罚太重 前去距离力争 然而到了会议室 却被这位欧巴桑斥责 他是PTA 也就是家长会会长 常看日本漫画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个职位对于学校的一些决定 能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 而且这位欧巴桑 非常丑视这群青春靓丽的高中生 他的立场完完全全地站在了老师这边 直言爱钱的小孩特别多 甚至还妒忌地嘲讽美雪的乳量 确实 给不怎么了解的朋友们来一张美雪的彩图吧 高中生 自己的青梅竹马受辱 金天一岂能坐视不理 这不利用一些小线索 猜测他二人可能有奸情 就偷偷地埋伏拍照威胁 这样既解决了弱叶的处分问题 也为美雪出了气 但是这件事最终还是闹大了 弱叶的家人找来 办理了转学手续 并说毕业后会和自己小时候的未婚夫完婚 上车前 弱叶将自己从小佩戴的项链 也就是自己的家徽 送给了美雪 感激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并满含热泪说出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 这是二人印象里的她第一次落泪 但几天之后 二人就收到了喜帖 她要结婚了 就在二人讨论是否要去的时候 小田切出现在二人身后 想与她二人同行 相较于美雪的感性 金天一无情地拒绝 在她看来 不曾阻止弱叶离开 就等同于放弃了她 这种行为 金天一认为就是在逃避 但是架不住美雪的哀求 和一个大男人的眼泪 第二天 三人乘坐着小田切的车 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破烂山路 终于来到了六角村 从高处望去 这是一个大大的六芒星 进村后 经过了多间豪宅 而每间豪宅的徽章 都是个缺角的六芒星 在第三个凯治馆时 终于遇到了活人 手拎着乌鸦的阴森少女 金天一壮胆询问了石田家的位置 回到车上 她想明白了这些家会的寒意 对照若叶走之前留下的项链 她家十只管在最上角 这里是处气派的豪宅 但是开门的人就比较阴森了 她是若叶的父亲 这是三人才知道 是若叶自己邀请大家的 而这个宅邸虽然豪华气派 但给人的感觉却不怎么舒服 晚上 梅雪来找阿姨帮忙 她想上厕所 惹得金天一是一阵的嫌弃 但走了一会儿之后 瞬间被打脸 她也迷路了 没办法 豪宅太大 期间 金天一还玩起了套路 这么大的豪宅 有一两具尸体 很正常吧 但怎么说呢 白天不说人 晚上不讲鬼 这不 黑猫出现 被吓着了吧 而这二位啊 还在回味刚才的小暧昧时 身后的墙壁开了 一道暗门出现 金天一好奇心过剩 不顾梅雪的劝阻走了下去 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句干尸 吓得二人大叫 而这也引来了石田馆长 大声询问道 你们在这干什么 被主人家抓个正着的金天一 赶忙解释 出来找厕所迷路 侮辱进来的 这才让馆长放心 之后和梅雪是边走边吵 但金天一还是觉得 刚才馆长的表情有些猙獰 一小之后 金天一焦急地在门外 催促梅雪换衣服快一点 而自己呢 则在想着这一天所发生的种种 正想着梅雪闪亮登场 并来了一波福利 高中生啊 吃什么长大 九点钟 大厅开席 仔细看 阿姨脸上的长印 至于为什么 大家自己想吧 晚宴上 莱克还是村子里六个家族为主 之后若夜是盛壮出场 身后的伴娘 则是白天遇见的那个乌鸦女 看得出她很喜欢乌鸦 衣饰用的都是乌鸦的羽毛 随后出场的新郎 却有些诡异 戴着柜子手的头套 这个人物有一些小彩蛋 结尾的时候会讲 本村有个习俗 就是新娘要在村子中央的教堂过宴 席间谈话 梅雪得知 这次的婚礼更像是个政治联姻 对方是县里的大财主 之后我们了解了整个艺人馆的几位馆长 他们的名字很好了对应的阳馆的名称 塔之馆 吴塔兰 让梅雪害怕的女士 长春藤馆 草屁三子 有些精神不正常 凯之馆 兜里二 戴着眼镜的阴沉大叔 彩色琉璃馆 脸上有胎记的衣色银蓝 风信机之馆 风记唇也 一个很有魅力的中年大叔 时钟之馆 十天十三 他是若叶的父亲 期间发生了一些意外 长春藤的馆长 先是大呼小叫教堂失火 然后在餐桌上乱抓食物 要带回去给猫咪吃 旁人介绍说 五年前 他唯一的爱子车祸死亡 而他受不了打击 就变成了这样 之后闲聊 风记先生说 姐 村子中央被烧毁的教堂 那是百年前来这传教室所建立的 他们来此的目的 是为了寻找伊甸园的苹果 27年前教堂失火 里面的牧师夫妻 和他们收养的七个孩子 全部遇难 之后村里就有了条惯例 新娘要在修好的教堂里 独自在床上 面对天井照下的月光祈祷 门外则是陪嫁伴娘守候入口 就在今天 已准备询问干吃的问题时 教堂的钟声响起 风记面则很难看 因为那是只有葬礼才会敲的钟声啊 金天一大感不妙 赶忙跑去 只见教堂门口聚满了人 因为不光门被反锁 其他的地方也打不开 焦急之时 是小田切老师立功 他的车子上有脚车 强行拉开了大门 但是破门而入的众人 是目瞪口呆 无头的新娘 躺在血染的昏床上 更为诡异的是 在婚纱的裙板上赫然写着 第七个干尸 取走新娘的手机 这第七干尸是谁啊 和之前的无头干尸 有什么联系吗 青森县的行事 表田孝太郎过来接管现场 弱夜的父亲是大受打击 心脏病发作正在休息 未婚夫连城 身体不适也没有出现 正在行事因为找不到死者亲属 而有点不爽时 金天一的求救声传来 这家伙在教堂的天窗上 差点掉了下来 没选埋怨他 这个时候安生谢吧 金天一却不以为然 并日常嘲讽了一下日本的警方 以他们的脑回路来说 这起案件简直就是灾难 因为经过他的勘察 整座教堂只有正门能出入 其他的地方 探个头都非常困难 所以这是一个妥妥的密室杀人 在尸体被抬出后 出了点小插曲 小田切在听说遗体还要被解剖时 崩溃的跪地大吼大叫 之后的众人就被聚集到石中之馆 肖太郎行事将众人定位为嫌疑人 首先来了一番米兰达名事 可惜众人都不满账 伊瑟甚至直接指出 消失的兜子就是凶手 看着肖太郎竟然同意并准备下通缉时 金天一提出了质疑 但被肖太郎指责 你一个外行人 不要打扰我办案 而金天一也不含糊 直接电话邀人 让自己的老朋友警示厅的剑齿警部 帮忙自己撑腰 官方吐槽啊 你们这群渣渣 十个都比不过人家一根手指头啊 话说这些推理小说家 咋就那么的不待见自己国家的公安系统啊 在得到了现场的指挥权后 金天一也得到了最新的消息 床上的死者经过各种检测 确认就是石田若狱本人 推测的死亡时间是昨晚的10点到12点之间 死因是先被勒死 然后砍头 由于石田家发生了这样的事 金天一众人搬去了封信机制馆 家里的墙壁上是各种的动物标本 而风济大叔也表示 那是自己年轻时的兴趣 因为自己喜欢打猎 并将它们做成标本 之后继续昨晚未完成的话题 干尸 风济先生说 村子里的六个洋馆和中间的教堂都有干尸 而缺的部位呢也各不相同 是村子的守护神 但没说几句 一色馆长出现 并最迅迅的要招待众人 理由呢石田家的唯一继承人死了 而端上桌的美食更让众人很不舒服 竟然是中国美食猫肉 吐个槽哈 是不是咱们国人的标签真的是什么都吃啊 总之这顿饭是恶心到了金天一 而他之所以要来此地 其实就是为了查看一下一色馆的干尸 结果二人听见前厅吵闹声 是常青藤的那位草屉夫人过来吵架 因为晚饭的食材好像是他的宠物 这个村子的人啊 真是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离开了吵闹的彩色琉璃馆 小田街独自在房里落泪 此时的他回想着那个女孩的种种 而金天一刚好看到并安慰说 赌上自己爷爷的名誉 一定要找出凶手为若叶报仇 但是隔天一早 又一具尸体被发现 衣色银男倒掉在自己家的冷库里 右腿被切断 背后的字迹则显示 凶手的复仇还没有结束 这是三天来第二个被害人了 若叶的父亲突然阴森的出现并说 这是诅咒 那天的六个人都要死 而金天一疑惑的同时 还给了这位弱夜的未婚夫的来个镜头 感觉他哪都是会出现一样 后山金天一脑海里回放着现场的情况 衣色的死亡时间为夜里的两点到四点 死因是被刀具刺心而死 突然他发现石田出现 并慢慢地走入后山 金天一尾随其后 发现了一个禁止入内的牌子 不管不顾的他想跟上 却被赶来的风级先生揽下 并带来了条消息 警方要去逮捕草屉夫人 对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猫夫人 这简直是胡闹啊 今天一赶忙跑回去阻止 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 怎么可能将一个成年男子倒吊起来 在和孝太郎争扯时 梅雪被吓得大叫 一只猫竟然叼着人的手指 草屉三子遇汉 左腿被砍断 现场留下血子 又是他第七个干尸 这一次 金天一终于意识到 死者被砍掉的部位 恰好对应了自家洋馆的干尸 这绝不是偶然 一定有什么目的性 就这样 金天一和梅雪众人 又一次来到了教堂观察 可惜 还是一无所获 但是离开之时 他没有注意到 一根乌鸦的羽毛 压在了床下 走出大门时 小田窃大叫着危险 一把将金天一扑倒 教堂顶的十字架掉落 而上面还有着警告的字样 这让金天一很兴奋 他接受了这个挑战 而远处 新郎连城九颜 默默地看了这一切 后山 金天一和梅雪 来到了这个村子的禁区 他认为 这里将会有重要的线索 穿过树林 映入眼帘的是一大块田地 梅雪很诧异 深山里怎么会有这么一处地方 但金天一却面色沉重 这就是伊甸园的苹果 凯治馆里 馆长心里面埋怨 石田不顾外人在场 瞎说八道 另一边也在担忧自己女儿的去向 心烦意乱之时 一只猫跑了进来 此时的它自然是没好气了 哪知 这只猫在逃窜时 不小心将它的心爱铠甲撞到 而铠甲的头盔里 正是它的女儿物子的头颅 铠甲的背后还写着 这是第二个 雪还没有流够 随后警方赶来调查 铠甲里 兜子的尸体是左肩到右臂被一刀砍断 而物子的死亡时间和弱叶的差不多 孝太郎推测 凶手说只有两个人的雪没流够 孝太郎推测 凶手留下的字迹说明 他是同时杀了弱叶和兜子 这让他很头疼 因为他又要重新调查了 而封之馆里呢 封济先生很奇怪 因为铠甲的甘尸 对应的是没有父母 物子失去的部分 对应的是塔之馆的甘尸 这样的话 之前的推理就对不上了 为了查明究竟 金田一来到塔之馆 期间馆长对于美雪搭讪 吓得他是毛骨悚然 有情况啊 这个女人 地下室里 这里的甘尸 确实是右肩到左臂 但此时金田一的关注点 已经不一样了 他要看一遍所有的甘尸 看完后 他怒气冲冲地跑进了诗者馆 逼问着躺在床上的诗田 你们隐瞒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想要知道六角村的真正秘密 在石田支走女婆后 金田一开始阐述 后山的禁地已经去过了 里面种植的确实是伊甸的苹果 大麻 在石田震惊的同时还质问 这七具甘尸 真的是守护神吗 他们的牙齿有治疗的痕迹 所以你们到底在隐瞒些什么 我不是警察 我不管你们之前做过什么 我现在只想找到真相 告慰弱业的在天之灵 面对金田一的逼问 无奈的诗田说出真相 百年前的传教士的到来 发现了六角村 发现了大麻田 而这百年以来 六个家族和传教士 一直经营着大麻的生意 但是27年前的一天 居住在中央的牧师夫妻 突然要停止种植 因为他们收养了七个孩子 那些十六七的孩子 已经有了是非观 为了这些孩子 这对夫妻想退出 但是断人财路 杀人父母 几经交涉后 二人得到的是 六家对他们的杀手 他们杀害了这对夫妻 并将七个女孩 关在教堂里 活活地烧死了他们 但在整理废墟时 六人发现 烧焦的干尸 每一个都少了一截 就这样 六人每人带回一具 用于互相监督 防止有人报警 突然金田一说 我知道了 当年被烧死的是六个人 有一个人逃了出去 所以最后一具 教堂里的干尸 一定是被拼凑出来的 但当众人打开 最后一具棺木时 这具尸体 没有任何的偏接痕迹 这让金田一很诧异 到底是哪出错了呢 另一边 十天十三 受不了这种大起大落 他坚信 就是牧师的恶灵 从地狱来复仇的 以至于情细波动在他 刮掉了 对 没错 心脏病病发 死掉了 就这样 短短的三天 五个人死掉了 面对着萧太郎的质问 金田一的回答是 死神 死神正在清算 这个村子的过去 风制馆里 风济先生手握着项链 满脸的思念 而梅雪则被黑影袭击 但此时的金田一毫不知情 他还在研究尸体切割的问题 而事情的转机就是无意间发现的 他在衣服兜里掏笔时 无意间发现了之前校长约会的照片 在照片里 他发现了端倪 并再次致电剑齿警部 希望加快调查进度 另一边 塔之馆 原来刚才袭击梅雪的竟是吴塔夫人 只能说 女人的直觉是太准确了 从开始一见面 梅雪就能感受到她身上的恶意 这个女人 为了年轻和美丽 竟然学习匈牙利的那位女伯爵 正在她脱光衣服自恋地向梅雪炫耀时 凶手出现在她的背后 风之馆 此时的金田一 终于意识到梅雪失踪 找了一圈没结果 只发现地上的手帕 以及地毯上脱拽的痕迹 金田一推测 脱拽说明犯人的力气不是很大 在痕迹的尽头窗边上发现有红色的染料 这将目标锁定为艺人 那就是涂着指甲油的吴塔夫人 突然远处出现了火光 位置正是塔之管 整座洋馆燃起熊熊大火 金田一担忧梅雪的安危冲了进去 孝太郎纠结一会儿后 大喊一句 别小看日本警察呀 和小田切一起也冲了进去 灾人在里面焦急的寻找 突然金田一呆住了 赤裸的吴塔夫人惨死 完美地对应了地下的干尸 并且凶手再次留下自己 惨叫只是安详的摇篮曲 但此时金田一顾不得上发呆 对面就是被绑得没血 值得一提的是 连城这个诡异的家伙 静静地注视着四人逃离火烧 之后大火烧了整整一瓦 第二天众人在一堆的灰烬中 找到了吴塔兰的遗体 以及凯治馆馆长收藏的武器 虽然他一再喊冤 但他还是以重要嫌疑人的身份被带走 但是在床前陪伴美雪的金田一却认为 兜馆长并不是凶手 因为遗漏凶器这种手法太低级了 这显然是设计好的 随后他向美雪解释起这起案件的高明之处 首先密室的手法到现在没有解开 在场所有人都有很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之后是兜子的切割问题 可以说自己一直被对方玩弄于鼓掌 但是金田一随后突然来了一句 我好像有了些许的线索 随后说因为现在的形势很危险 想让美雪先回家 但美雪坚决不统一 而是害羞地提了个小小的要求 那就是一起睡 毕竟晚上经历了那么可怕的事 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里想起隔壁的洗衣机 也是那么的不解风情 而美雪看着金田一抓耳挠腮发愁的样子 是会心一笑 她想起二人童年往事 当年自己的洋娃娃为金田一弄断手脚 自己在旁边伤心的哭泣 而当时的金田一就是这副苦恼的样子 手脚相反 分解的干湿 七零八凑 这几个词在金田一脑海中闪过 她明白了 她明白了第七个少女活下来的手法 她明白了教堂里不在场证明的设计 现在只剩下教堂里杀人手法的问题了 天亮后 金田一与美雪再次来到教堂 这一次金田一终于注意到 床脚底下的乌鸦羽毛 他手握着羽毛说道 谜题解开了 然后孝太郎形式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剑池警部的文件档 所有准备就绪 现存的这几位全部请到了风之馆 金田一郑重地对大家说 此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整起案件的缘由 以及第七个干尸的真实身份 首先是村子的历史 这个六角村的名字源于六芒星 而村子的水道和自然形成的路 是个天然的流氓星 这让百年前来此的传教士大为所斗 想要在此地建设成理想国伊甸园 但是这深山里的穷山村 哪来的那么多钱财啊 哪知道他们竟在村子里找到了禁果 对就是大麻 传教士和六个随从成功地栽培了大麻 之后他们瞒着村民秘密地栽培销售 很快就累积了大批的财富 也就是说整个六角村是靠毒品发的家 由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 刚好六个随从和传教士组成了七个家族 就在此定居下来 但是意外发生在27年前 由于良心发现也好 为了孩子也罢 中间教堂的牧师夫妻想要退出不说 还想毁了整个大麻田 以至于死于其他六人之手 而且怕走漏风生 牧师收养的七个女孩也难逃劫难 被活活烧死在教堂里 也就是说村里七具守护干尸 实际上是当年的七个女孩 之后六个家族分别持有 就是为了互相监督监视 听到这儿 凯治馆长是喃喃的说道 完了一切都完了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今天一句句说 当年死去的并不是七人 而是六个 其中一人利用了计谋 巧妙的活了下来 而至于方法 可能观众朋友们都已经很清楚 我就不多做赘述 这两张图 就能完美的解决这个方法 解释完了分解干尸的手法后 今天一开始解释教堂的密室杀人手法 而最重要的一点在于 十田若雨 兜物子二人被杀的顺序 真相就是 大家都被现场留下了自己所误导了 兜物子才是第一个被杀害的 而凶手就是大家谁也没想到的 若雨本人 当天晚上 若雨说服兜物子和自己交换衣服 理由可能是说想和最爱的人再见上一面 单纯的兜物子就代替若雨 躺在了教堂的床上 之后的若雨在天窗上 看见兜物子闭上眼睛的时机 放下了浸泡麻醉剂的布 盖在她的脸上弄晕她 然后再放下四个带有钩子的铁绳子 勾住了床的四个脚 由于小田琪老师汽车上的强力脚盘 配合滑轮和教堂的钟塔 形成了一个简易的起重机 把床拉至窗口 然后搁下了兜物子的头 这个铁窗刚好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头 而证据就是 兜物子当天穿的衣服上有乌鸦的羽毛 而教堂里床脚下恰好压着一根 所以床一定被升起过 而孝太郎却出言质疑 因为第二天检查过尸体 各种对比显示 那就是若雨啊 金田一不慌不忙的解释 因为若雨随后就被真凶杀害了 教堂当时的钟声是给真凶的提示 告诉他事情完成可以会灭 真凶趁大家注意力都在教堂的尸体上时 与若夜相见并杀害了他 然后在夜晚来到教堂里替换衣服 并砍下了若夜的头 把原本兜物子的尸体带走 完成了偷天换日 所以第二天警方调查的尸体 是已经掉了包后的若夜 这也有证据的 那就是婚纱上应该还有兜物子的血迹 下面来说一下 为什么兜物子的尸体被砍成了那样 是凶手砍错了吗 是因为他不想让人看出 兜物子也被砍了头 这样他就可以利用若夜 完成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大家仔细想一下 只有食指管和塔指管的干尸 是头和身体分离的 而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隐瞒兜物子 是被砍头的死法 从而怀疑到第一个出现的死者 到底是谁的问题上 然后金田一转向了风济先生 当年在大火中 利用手法将六具尸体 伪装成七具 就是你吧 切割尸体是个技术活 你家里布满了动物的标本 但是在那场大火之后 你家里就没有再添置一件过标本 为何如此不言而喻了吧 风济先生不得不实话实说 他当年是为了救其中一人 才做出这样的事 梅雪问道 难道风济先生是凶手吗 金田一说当然不是 他拿起完整的一个洋娃娃 扔向了一个人 第七具干尸就是你 小田切剑 这个文雅的男人自然不会承认 甚至还指责是连长 却被金田一一口刀破真实身份 你叫六星龙一 你是逃出去的第七个少女的儿子 你费尽心思调查了六角村所有的相关事项 当你得知弱业所在的学校时 你杀害了真正的小田切 因为前段时间山林里发现的那具白骨 已经证实了 他就是真正的小田切老师 你利用老师的身份接近若叶 利用他完成这复仇大击 可惜你抛弃的尸体被发现 你担心事情会败露 所以自导自演一出被人偷拍的戏码 这让若叶只能提前回老家完婚 但是你没想到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说到这儿 金田一拿出自己偷拍校长的照片 和若叶当时被偷拍的进行对比 梅雪发现校长这边 发现被人偷拍后全是挡眼睛 而小田切这边只有他一个人注意到镜头 金田一解释 这里你应该用的是红外线拍摄的 所以没有闪光灯 既然没有闪光 就不可能注意到镜头 那么请问你为何能做到全程盯着镜头看呢 原因很简单 照相机就是你安装的 最后 金田一更是给出了致命一击 剑池警部做过调查 小田切尽所有的亲朋好友 没有人认识你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事已至此 他也卸下了伪装 他竟是个搏击高手 轻松放倒近身的警察后 并抢下挂在墙上的猎枪挟持了梅雪 六星龙一说 我们母子一直相依为命 苟延残存 他生下我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复仇 我们二人贫困潦倒 过着犹如地狱般的生活 支撑我们活下去的 就是六角村的这些村民们 我要让你们加倍品尝 我们所承受的苦难 突然 风济先生上前询问 你母亲怎么样了 六星龙一一脸诡异地说 死了 被我亲手杀死了 那一天 作为最后的失恋 亲手斩断自己的羁绊 让自己后顾无忧 让自己变成怪物 变成一个没有人心的怪物 彻底卸下面具的他开始讲述 每一个馆长死前的丑态 转身并对风济说 母亲特别提出要放你一马 所以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本来还想让你死得更有艺术性 可惜啊 说完 一枪击毙了兜里尔 随后抓着梅雪就往外跑 众人自然是紧随起后的追赶 而他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逃命 而是来到了后山的大麻园 他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汽油 面对梅雪的质问 他讥笑说 那个傻女孩 从头到尾都是骗他而已 突然 连长冲了出来 照着龙一腹部就是一刀 被反应过来的他一枪打中胸口 弥留之际 口中喃喃地说道 仇人 若叶的仇人 而正是这一声枪响 让金天怡知道了龙一的目的 寻了过来 扭打中龙一开枪 金天怡被击中腹部 但是他仍然坚强地站起来 大声地质问 那些馆长最有赢得 该死 但若叶呢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情 只知道爱着你 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啊 而龙一面对这样的指责 嘴里嘲笑着若叶的无知 而眼里却流下了泪水 这让金天怡想起那一晚 他在房里的独自落泪 这时众人感到 龙一准备扣动扳机时 风济先生出现 先一步开枪击中了他 并说出一句 让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话 原谅我 儿子 原来当年的风济先生和六星狮之是一对 他们已经私定终身 甚至二人还约好 将来孩子出生的话 儿子就叫龙一 而龙一则在一脸的诧异中死去 肖太郎感叹道 一切都结束了 风济先生却汲取了枪 要求众人离开 他要完成牧师夫妻和自己儿子 尚未完成的工作 他要毁了这片田地 从那天之后 他一直活在负罪感中 直到今天 他终于解脱 最后 他笑着说 谢谢你啊 金田一 伊甸园的苹果 在大火中熊熊燃烧 伴随着欲望 憎恨 以及悲伤 而金田一 终于坚持不住倒下了 在梦里 有一对相爱的夫妻 生下一个男孩 取名龙一 龙一长大后 爱上了同村的女孩 若叶 两人在一起 过着幸福的生活 真是个悲伤的梦啊 后来 据孝太郎说 若叶的未婚夫 莲成被击中药汉 没能救回来 这个莲成 从小是体弱多病 一直在家休养 却不知怎么的 喜欢上了 只看过照片的若叶 所以 若叶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这也就解释 为什么他会豁出性命不要 也要为毫无感情的若叶报仇 警方还说 在教堂后的墓地里 龙一独自为若叶的头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墓碑 那个位置是山顶 能眺望远方 这可能是人性未民吧 养好伤的金天一 终于要离开这个伤心之地了 走的时候 孝太郎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若叶先是被勒死 才被砍头的 但是 为何他的身上 没有一丝挣扎痕迹呢 梅学也很奇怪 金天一解释 人在预袭时 生存的本能会让他抵抗 会用手去抓 去挡 所以很大概率会在指甲缝里 找到凶手的皮肤 但是在若叶的尸体上 没有任何的挣扎痕迹 回想当初若叶流泪离开的场景 当时的他 什么都明白的 梅学不小心碰到金天一的肚子 而金天一趴在梅学的腿上说 好疼啊 可恶 再次仔细地查看当初的照片 虽然他们的爱 背负着巨大的痛苦和仇恨 但是在他们食指相握的一刻 或许是他们彼此深爱的最佳证明 艺人馆的杀人事件 是本人在金天一系列里最喜欢的作品 本案死亡人数之多 手法精妙的程度 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 但是非常遗憾 因为案件与岛田的占星树杀人事件 手法过于雷同 而遭到起诉 以至于无法制作动画 以及电视电影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动画版始终比不上漫画细致 就好比漫画里有这么一个场景 今天一三人出发后的路上 曾吐槽这条路太难走 别的车的话早就该抛锚了吧 这里的作者已经给出了线索 啊 这期视频做得太惨了 最后说一下故事里小彩探了 大家有没有人熟悉大师 莲成三纪炎的 故事里的新郎莲成九炎 他的身上可是有这位大师的影子的哟 具体细节大家自行搜索了 这里我们就不做讨论了 最后如果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还没有离开的话 说明您喜欢我的作品 那么订阅三连吧 谢谢 并留下宝贵的建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